之所以说就是离开艺术判断的考古 它就会演变成一种灾难 就是因为按照我们中国这个鉴赏家传统的这种习惯 因为这个考古它是一种近代传入咱们中国的一种概念 它有很高的这种科学性 但是这个考古它从这个性质上来讲 它纯粹就是一种理性的技术活 它没有就是尽量的在考古的这个手段过程当中 它会排除这个人的这个情绪和感情的这种干扰 它会得出比较客观的这个结论 这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这个鉴赏你对这个古代艺术品的这种判断 它离开这个人的自觉的这种感知 也就是主观上的这种被这种艺术的感染 它就对这种鉴赏和收藏的行为就失去意义了 因为一个藏家呀 他之所以看中和收藏一件作品呢 肯定是这件作品在艺术的某些方面打动这个藏家 使他做出这种收藏的行为 你比如说昨天呢 就是我给朋友们就是介绍那件作品呢 就是那个河南那位藏家呀 他给我发过来他那件这个汝瑶的凤鸟作品呢 其实你看他那件作品呢 和我这件作品相对应的话呀 他完全可以说明啊 当时的那个就是在那个瓷器制造上啊 你像汝瑶啊 对这个南方啊 就是在这个南宋南迁之后 那个致辞的那个影响 因为他那件作品 你看他那件凤鸟啊 这么复杂的一个气形 在汝瑶的制作当中啊 他仍然采用这种满右之烧的方式 你就可想而知 这凤鸟从他这个立体的这个造型上看呢 他摆放也不会太稳的 但是他仍然采用这种三点的这种制烧的技法 而我这件这个歌谣作品呢 他就完全采用这种这个气足落地 这种电烧的方式 那么这种表现呢 完全符合考古发掘的这种特征 因为以前北京大学 我忘了是哪位专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啊 就是对比这个汝瑶 对南宋官瑶 就是包括这个修内斯官瑶和交谈下官瑶 这种制作的影响 其中就提到了他这个电烧方式的变化 因为汝瑶作品呢 大多数的汝瑶作品都采用这个 果足满右之烧的这种方式 少部分采用电烧的方式 而这种这个就是说工艺技法吧 到了这个南宋这个修内斯官瑶 和交谈下官瑶这个作品上 他就改变了 因为在这个修内斯官瑶啊 在创立的时候 他还是尽量模仿汝瑶 他把汝瑶的那个满右之烧的那个工艺啊 保留下来了 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啊 就是当时他取的这个胎土啊 都取自于这个杭州这个凤凰山附近的 因为浙江的这些胎土啊 普遍的啊 包括龙泉瑶的胎土 都有一个特性 就是他里边那含铁量高 含铁量高啊 它造成这个结果就是烧灶的时候啊 在这个加热以后啊 那个气物的那个负荷啊 就好像就比那种啊 含铁量低的就要沉 他有时候那个支钉啊 他就支不住这件气物 因此你像这个南宋官瑶啊 他在这个工艺上 他就把那个北宋 像汝瑶的那个满右之烧啊 就转变成啊 他之烧加电烧 你比如说他有时候那个气件大的 你像那喜啊 或者是那种那个 仿青铜鬼那种作品呢 他害怕这个塌底啊 因为这个浙江地区啊 那胎土的含铁量高啊 就通俗说吧 就是感觉比较沉啊 这个温度加上去以后啊 他就容易塌底 底变形 因此他在这个烧灶的时候 就爱用这种啊 你比如说他用电烧的方式 垫这件这个青铜鬼 仿青铜鬼那作品 就得在那个电烧那个 这个电圈之内啊 又得加几个支钉 拖他那底啊 你不拖底的话 那底就往下塌了 所以就造成啊 他有时候就那作品出现那种电支烧 就是四周啊 那个漏胎的地方 电烧 拿那电圈把它垫上 然后那个中间的面积大的地方 又给他安几个支钉 拖在那底 怕他变形 所以像这种特征啊 你比如说像拿我那件作品和这位河南藏家作品 完全可以验证 你看我那件作品 它就是三个族啊 前面两族加上后那个维啊 着地都是直接电烧 你像他那件作品 就是满右直烧 三个直钉 像这种特征啊 这完全可以说明啊 当时这个不同窑口啊 在工艺结构上的变化 而现在啊 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他出现这种符合当时这种工艺或者艺术风格的作品呢 藏家不敢判断 不敢判断就是什么呢 他完全就是不从工艺和他这个艺术特点上进行判断 他就是看这个东西啊 就是有没有官方的定性 官方说没说这方面的真假 而官方现在的倾向啊 好像就把中国传统的那种鉴赏习惯 就是通过这个人的主观判断和艺术的比较都扔到一边了 就必须 你比如说你见到一件宋代作品 你必须在摇指的摇坑当中得找到那个东西的对应的那个残片 他还承认的东西啊 整气一概都认为这可能就不对 像这种落后的这种就所谓的这个一考古啊 取代一切的方法呀 就是排除了所有艺术工艺流程上的这种判断的 这其实就是对古代艺术的一种破坏和一种灾难啊 因为你完全啊 因为这个考古啊 按我个人的理解 他就是完全一个技术活 从事考古的那个人呢 他可能啊 掌握那考古技术 你比方用仪器分析啊 做一些科学检测 但是他对这件器物本身可能并没有什么兴趣和热情 也就是说啊 他不像那个收藏家啊 建造一件作品 他出于兴趣爱好 来判断和收藏 鉴别这件作品啊 他做这件工作 那纯粹的考古的工作人员做这件工作 他就是完全就是一个这个没有任何这种个人的主观的感情的投入 他就是一个技术活啊 你让我拿仪器操作 我看一下这机器仪器操作 读出来这个数据 是不是符合那个 就是那个标准的那个就完了啊 至于他对这件作品本身有没有了解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呀 尽管那些考古成果这么多呀 但是我从来没看过就是真正主持考古的这些人呢 他自己对一件器物到底是什么判断啊 也就是说他过度的依赖这个机器啊 就致使他自己对一件器物的判断 尤其是从艺术上判断 他就失去这种能力了 你比如说你就拿这个歌谣的鉴赏来讲啊 现在就按照我们北京故宫做的这次检测呀 其实大部分的那个歌谣作品 证明还是当初鉴赏家选的是对的啊 通过这种科学检测也验证了 这些东西归于同一个这个摇指的作品啊 这就证明啊 就是这个主观的这种判断 当然说这主观判断 你得自己得用的是地方 你不能瞎判断 你没有依据的瞎判断 那就属于意测啊 那你只要是符合这些历史上这些事实 这些判断 他总体来讲还是起作用的啊 他并不是说靠这个眼力啊 完全不起作用 这就像你比如说我们所说的 古代的这些艺术作品呢 他总有那些地方和现代不一样的 你比方说他工艺上材料上啊 包括操作的那个技法上 你要是承认这一点 你就会看出他们的差别啊 你要不承认 你认为古代的东西 现在都能仿制出来 那就没法说了 那就只能是完全依赖这个科学检测 你离开科学检测 你就没法再判断了这个问题啊 你比如说你去想拿那个圆青花啊 我看那好多人在那争执 你首先你圆青花你承认不承认 圆青花的那个发色它是独特的 它后世仿不了 你承认不承认 你得首先承认这一点啊 你才能拿那个比照器啊 就是那些最标准的圆青花的发色 跟你手中的这个作品比 对吧 你要不承认这点 你认为那就是倒浆糊 这样它就没标准 你比如说你土耳其托普卡比公那圆青花发色 你跟你自己看呢 你非得说没区别 那就没办法判断了 对吧 你要承认你比如说 土耳其那托普卡比公那种圆青花发色 那是最纯正的啊 那你其他的发色 色调可能会跟它有些差别 但是色调不能差 对吧 你必须出于是那种明艳的那种 塑料那种蓝的发色 对吧 你能比较出来 那你那青花发色当中都是发灰发暗的呢 那肯定就不对 你这东西你得承认 你得有一个标准 也就是那种发色 它现在仿不了 你才能比较 就像那个歌谣作品一样 就像我给朋友们说的 我们选择歌谣作品 我就选它那个胎体最深的 你要承认那胎体最深的 你现在烧不出这种作品来 那你就有比较 你认为这个古代那个胎体最深的 现在照样能烧 那就没法比较 对吧 但是能烧你 哪件作品 你拿出来是现在烧出来的那种 古代那种胎体的 就是哪个大师 或者哪个工方做的 他又说不出来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什么呢 他最后考验的 还是建厂家的一个判断 和他那个逻辑思维的问题 如果你总是那样倒浆糊 也就是按我们过去的建厂标准 你有没有那开门标准 对吧 开门标准 哪些主要特征必须具备 对吧 你要不承认这个 那你就完全就只靠这仪器 指望仪器去给你做判断 那就没办法了 你比如说 你要是承认这个艺术 本身各个时代 有各个时代的特征 每个时代都不一样 彼此之间很难复制的话 那你就能看出区别了 那你就能看出区别了 对吧 对吧 对吧